《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凝 香港今天繼續受著大東風的影響 從西哥看出去 可以看到整天都是被雲蓋著 而且不時還落起雨 雨勢主要集中在東面 在雨量的分佈圖可以看到 東面某些地方 例如將軍澳 甚至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紀錄 至於溫度方面 今早在各區錄得的最低氣溫 普遍介乎在20度至22度之間 由於今天的風比較大 以及有幾陣雨的關係 東面的地方的溫差其實比較小 逆間最高的氣溫 都是上到21度至23度 西面的高溫稍微高一點 上到25度至26度 除此之外 今天的能見度也比較低 華蘭島的能見度在下午的時候 曾經跌過到1000米以下 有霧的情況出現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預測 可以看看風場的預報 我們預計現在影響我們的偏東氣流 會在未來的一兩天稍微緩和 在雲亮的預報也可以看到 受著上空的反氣旋影響 未來的一兩天 華南沿岸地區的天色會稍微好轉 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今晚和明天是大致多雲 有微雨和有霧 氣溫會介乎在21度至25度之間 風勢方面吹和緩至清淨的偏東風 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周末期間的天色會稍微好轉 有機會見到陽光 但早晚又沒有 這節的天氣說到此為止 再見